吃起来就像烤红薯,墨西哥特产麻米果 在墨西哥等中美洲地区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水果,麻米果 虽说是一种水果,但吃起来就像烤红薯 口感软糯,甜度极高,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麻米果英文名mame sapote,直译的话应该叫麻米氏 是山蓝科陶兰鼠植物,原产墨西哥 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种植的很多 麻米果果树高大,果实作为椭圆形 在山蓝科植物果实中属于较大的一种 单颗麻米果甚至能长到两公斤以上 麻米果外皮粗糙,看起来像是一层木质的外壳 但外皮并不坚硬,成熟后用指甲就能轻松划破外皮 如果是橙红色就表示已经熟透,可以吃了 与粗糙的外表不同,麻米果打开后是明亮的橙红色果肉 肉质柔软湿滑,看起来像是熟透的木瓜或者软柿子 中间有一颗或多颗光滑的橄榄性种子 通常用勺子挖着吃,味道香甜甚至有些腻 水分较少,口感类似放凉的烤红薯 有一丝酸甜,还有明显的花香 总之吃上一口八成就会爱上它 墨西哥的水果摊饭总是会切开几颗麻米果任人品尝 吃过之后你肯定会忍不住买几颗 当地人还喜欢把麻米果和牛奶一起打成奶昔 口感更加丝滑,有一种类似坚果酸奶的特殊香味 总之就少吃 麻米果富含糖分和B组维生素,热量偏高 能够迅速补充能量 据传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远征洪都拉斯 沿途食物短缺就是靠麻米果维持体力 不过台湾已经引进麻米果并种植成功 可惜种子不能带回来,要不然只想在家里种几颗 这种好吃又奇怪的麻米果如果去墨西哥旅行 记得一定要尝一尝 关注果汁台,了解更多是我知识 谢谢